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華為風波不斷,港股仍有排亂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先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跌了158點,收報27787,成交有1055億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三分鐘市評 大概七年前,即是2012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做這個節目,三分鐘市評 後來由於讀者的需求,要求我們增加時間 雖然節目名沒有改變,一樣是用三分鐘市評 但越講越多,變成了七、八分鐘 七年之養到今天,我們又搞新意思 轉為在Facebook直播 當然,大家可以繼續在《經濟日報》的頻道 或是YouTube上高的收看 事不宜遲,講回今天的題目 華為風波不斷,港股仍有排亂 華為今次這件事,都可以說是越發越大 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講到 Google可能都被迫要封殺華為 Android的系統,就沒有辦法再支援華為新的手機 雖然華為仍可以用Open Source的Android系統 但是,有很多Android所屬Google的Surface 就沒有辦法用了 例如,不能用Google地圖 不能用YouTube,或者是Gmail那些 這些Surface,如果不能用 對華為在海外的影響較大 在內地當然,大家都知道 內地有內地自己的系統 就未必有這麼大影響 無論如何,今天這個事情 都觸發了一眾本港的科技股下跌 也都帶動到恆辛指數下跌 我們先看今天恆辛指數的表現 恆辛指數今天是連續第二天 收在250天線和28000心理關口之下 現在的走勢可以說是繼續偏弱 都跟大家講過了 短期來看,可能都要回落到 下一級支持是27260區 27260區是雙底項線的所在 這個位置是比較大的技術性的支持力度 今天,對港股下去 其中一種很重要的股份就是騰訊 因為是科技類 現在就是華為被搞 大家都說到是在打科技戰 內地有兩大隻科技股 一隻就是騰訊 一隻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不是香港上市 騰訊是香港上市 也是香港最大市值的股份 所以對港股影響很大 騰訊今天有一跌,接近4% 跌到342元收 短期的支持位 或者密集區底部 大概是330元區 這個區域 之前可以視為頭肩底的項線 這裏是頭肩底的左肩 底部和右肩 現在上來突破之後 下回來 亦是可能退回項線水平 究竟是330元還是315元 那些不重要 即是差幾元 正如恆子 亦會有機會下去試試 這個箱底項線 27260區 大家明白這個就行了 好了 現在在打科技戰 說股受影響 當然不會只有一隻股受影響 很多股受影響 最主要都是現在科技類 和5G設備相關的股份 其實上星期五都和大家講過 手機設備股 好像信譽光學這些 那天是跌10.4% 即是上星期五 今天進一步下跌 今天跌了5% 收報72.4% 商頂下跌 會不會回到之前 雙底的底部 60元區 或者是58.5毫半 是有這個可能的 大家要小心 至少在這一刻 都還未是可以薄反彈珠 如果真的要留意 另一隻跌得都比較多 但是跌到開始可以留意的股份 就是鐵塔 鐵塔 今天曾經跌到1.74元 之前這個低位是1.73元 在過百之下 開始可以第一駐 不過這一駐是少一點 不要那麼擁住 因為還有機會可能會下跌 在上星期五的時候 開討論的時候 很多讀者都問 他們都記得我說的 就是過百之下可以買一些 過六之下可以大駐一些 另一個就是兩個箭嘴所指著 大概過六或以下這些水平 這隻由於雖然會打擊華為 但是內地搞5G的決心 仍然都會很大的 仍然都是大家都打科技戰 中國有什麼可以拿出來和別人打 當然是5G 華為是擁有超過1,700行系技術專利 在世界範圍裡面 它仍然是有能力在5G上高 和外國公司相差一天的長短 內地一定會做到5G這個示範單位做好它 鐵塔怎麼都會受惠於5G的建設 現在當然 短期來看 可能會繼續受到大圍的影響跌下來 但是去到過六水平 又可以再買多些 好了 還有什麼可能受惠堵的股份呢 華為既然被美國封殺 市場現在的看法就是 你都買不到美國的晶片 至少短期買不到 如果你之後要生產 那怎麼辦呢 當然買國產晶片 所以現在有個想法就是 國產晶片會受惠的 對於國內的採購 特別是晶片這些 就會買多些 那內地比較大的那間晶片廠 在香港上市的就是中芯 雖然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中芯是否真的會做到 華為所需要的晶片 但是市場現在有個憧憬 那現在這個可以說是虛的 來炒 當作炒 記住 所以如果你是偽高人膽大的 你就可以考慮這一隻 那只虧位定在8元之下 7.8元左右 就一定要走 那如果你不喜歡 亂搏的 特別是這些市場的話 就不需要理會這隻股份 但是它的確今天是有大成交 是湧緊上去 好似好似是想衝上去做一個一級 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事實上這陣子都這麼弱的底下 你看得它都不是會回落 就是市場對它真的有些憧憬 是真的有些錢流入去買的 我再重新留入去的那些 你當它是虛的 不要當它是實 不要當它是真著 因為它真的未做到 至少這一刻它沒有公佈 它說做到些什麼 不過市場覺得 阿爺一定會培養一些 可以做到國產芯片的公司走出來 而這一隻中芯國際會受惠 好了 除了這個華為事件 拖累到港股之外 還有些事情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還有是什麼呢 今天 習近平去了江西巡視 巡視什麼業務呢 巡視一些有關稀土的業務 去到一間江西巡視的公司 大家有些下想 稀土行不行呢 香港上市的中國稀土 今天都跌3% 不過內地的稀土股 特別是巡視那間 就像庭板 不過外交部走出來說 大家不要過份解讀 總之內地官方走出來說 不要過份解讀 會不會是你捏我的芯片 中方又捏你的稀土呢 這個不要過份解讀 不過自己可以考慮 你們自己可以考慮一下 好了 另一方面 外交部說 回應美國說中國破壞了協議 外交部說這句話 他說美方可能有一份自己奢望 但是中方沒有同意過的協議 那也是的 都沒有簽過有什麼協議 為什麼說他破壞協議 又真的 大家其實都在討價還價階段 好了 由於討價還價階段 現在差不多可以說 談判都幾次破裂了 至少短期之內 談判成功的機會都比較低 所以短期大家要做好防守性的措施 港股是還有機會 可能會再一步回落 先看著 那個支持位是27,260區 那些資金現在都流去防守股 最後和大家說的防守股是領展 今天是創新高的 所以大家知道資金流向哪裏 就是捨棄那些風險比較大的股份 流去防守性股份那裏 好了 今日分析是這麽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